乡区南港里在102年荣获了新北市政府 颁的五星级里内环境信赛的认证 因此在日前也举办了观摩的活动 并且邀请里长林曹基上台做经验分享 希望就这个观摩活动达到了各里的一个相互学习的目的 乡区南港里在102年荣获新北市政府环保局五星级认证 因此为鼓励各里进行环境整洁的推动工作 日前特别举办礼环境观摩活动 并邀请南港里长林曹基上台做经验分享 这个经验分享 请向所有的里长报告不是我做得好 但是80几个里长不好 因为国家里长都非常好 时间消费得好 不过来参加这个认证的工作 在101年 我们南港里得到环境清洁优等 我们在那里跟我们的环保值的机长在那補 我们在那里跟我们的环保值的认证的认证 对于老旧社区的话 他永远没机会得奖 因为你要用礼跟礼竞赛的话 以分数来挺的话 对一些愿意来参与这个活动的里长很不公平 所以他在102年就把这个环境竞赛改为认证 因为我们参加的是环保局所预判的各项活动 所以我们做到最后的环保 我们在公开场合室内 我们不喝矿泉水 不喝杯水 婚礼你不要送信 所以今天这个麦茶是我自己煮的 我台湾就带你们喝酒 我没有带你们喝矿泉水 办公室在这里 我们在公室里 包括我们在办公室 我们不喝饮料的 我都使用大洪水 用杯子来给他输油 所以今天打个烫不烈 但是我们这个都有经过热水烧过 再来给大家使用 今天这个活动结束 我也把杯子洗一洗 因为我们理办公室一项的活动 我们在讲究环保 我们在讲究环保 我们不要用控室水 但是我们要做之所以 我们只要用控室水 所以我们就要用测测测测 里长主席洪绍青也亲自到场聆听 并且表示透过观摩活动 可以鼓励各区里长达到相互交流学习的目的 里长主席洪绍青也亲自到场聆听 并且表示透过观摩活动 里长大家是很认真做事 多多学习 今天的这个收铭会 跟观摩好多里长来 我看得非常成功 多多学习 鼓励大家里长做得非常好 多多参加这个活动 未来我们新装期会更好 另外各区里长也分别针对 里内环保建设和改善等问题进行讨论 希望有助于全面提升居住的品质 用家乐新闻新装采访报道